劉淑儀主席在比吳亮星更吳亮星的做法之下 是強行通過了草案委員會的審議 由今早開始 他已經用盡一切的方法 去將我們平時草案委員會行事的慣例 是一一擊破 完全就是為了目標 目標就是要在今日之內 是完成了所謂完成了所有的工作 無論官員有沒有回答我們的問題 這一個我們民主派的議員 是一次在這裡向葉劉淑儀主席 是予以最強烈的譴責 我就想將這個時間 給我們各個板塊的同事 可以對今天的發展 是講出他們的看法 還有我相信也可以是逐一逐一這樣數出 今天主席在那些回來覆去 一會兒又說這樣 一會兒又說這樣 種種不同的處理方法 原來都是可以一個人說完事 完全是不用根據 不論是以前的行事規則 以致到整本主席手冊在那裡的要求 他都可以丟開是不理的 所以我先請陳淑莊議員去 我們一會兒講完先 好嗎 陳淑莊議員 首先我相信大家其實都見到 整個審議過程 由2月中開始到今天 其實一早就已經講到明 在葉劉淑儀主席 是美國族做主席之前 都已經講到明 五月頭是死線 而一路的過程 就是忘記了所有以往的主席搜冊 或者我們審議草案委員會的慣例 用一個極速的方式 配合政府的時間表 使我們議員 要根據政府的時間表 去逐一去審議 當中也都出現了 有很多是非常之奸謀的地方 例如是將審議的時間 我相信今早早就最明顯了 將它剪到變成一分鐘 這件事是史無前例的 是叮個臉都不夠 大家想想一分鐘去問一條問題 如果可以做得到的話 大家考試不用坐在這裏三個小時 有問有答都不會只一分鐘 然後當然還有很多 不停地自己說完的東西 又不算數 又不問法律意見 自己說完又是 當然還有例如 我們要提交的CSA 其實應該有足夠的時間 但是我們現在提交的CSA 只有兩天 我們已經計算了公眾假期 我們才有兩天可以去預備 當然不要說原來CSA 是逐條要表決的 他都搞不清楚 跟著其實秘書已經一早已經準備好 就著配合那個條例草案 由這個辯言長題第一題 慢慢逐個逐個審議下去 還有其實如果大家 我剛才都已經都未能夠看得到 是就著陳志全議員的那個修正那個副表 其實都是沒有去進行討論的 那大家就進行了這樣的去表決 對表決的時候 大家如果數到那些秒數 其實如果連連講了第幾條 是誰提出 至到表決是大約15秒 如果只是計算大家開始表決 至到去表決結果的話 大概是6秒 即是我一路示威的時候 一路都有數著的 那大家就會見到那種闖撫的情況 根本已經是超乎常理 那究竟我們議員 如果盡我們憲制的責任 去逐一審議條例 是錯在哪裡呢 為什麼作為議員 立法會明明是三權分立的 我們去獨立去果斷 或者甚至是盡責這樣去行事 審議法例 我們又在哪裡錯了呢 但是我們見到的就是同事 逐一被驅趕 今天 我們當然 現在的條例就會去二讀 但是我們仍然會是在 我們仍然是會向大會 提出我們的修正案 我們也都會重新檢視 之前之後 一些政府的答案等等 我們會合併 或者是會去處理我們的修正案 而再重新提出 我們也都會重新檢視 我們也都在這裡提醒 這個主席梁君彥 希望第一件事 他處理了 就是究竟這一條條例 是不是合法 合憲 因為根據《基本法》 第十一條 因為根據《基本法》 我們議員 主席梁君彥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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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是應該自己找法律意見 問清楚究竟這一條條例 是不是合憲 麻煩 阿穩 簡略 今天會議大家見到 兩句歸納了的狀態 就是 葉劉搬龍門 鬼影變幻球 由頭到尾整個會 他自己自定 會議規則 就算他自己定了規則 轉頭他就自己自打罪巴 如果做個比較的話 我們過去見到吳亮星 見到陳健波那些 對他來說真是不入流 原來他們只是小學生中學生 葉劉這些是後博士級數來的 強行到這樣的 剛剛同一個會 我們的同事在問規程問題 可以問規程的人被人趕走 或者搗亂秩序 廖長江入到來 不是委員會成員可以問問 委員不可以問問 問規程的不可以問 反而給一下意見 他說可以給 他在做什麼呢 今天葉劉 是表現到一個最爭靈 最噁心的主持會議的方式 我相信都是後無來者 沒有人打破到的 剛才同事已經交代了 我們接下來的工作 我不太長篇了 我只是覺得今次 去到這個階段 發生了一件這樣的結果 在一地兩檢本身 在一個違憲的行為上面 加添更加醜惡的面孔 我們簡單講 也是 葉劉今天的嘴唸 面目之真靈 真是空前絕後 未能夠想像 在立法會可以出現 一個這樣的鬧劇的情況 是非黑白 指鹿為馬 什麼都他講了 一會就說 不准再有規程問題 一會就說 你還有什麼規程問題 大家聽清楚 你都知道發生什麼事 他是前所未有地 絕裂 前所未有地 荒誕 你說吳亮星以前很醜陋 但是吳亮星最多都是 暴淚 一直是 站硬著去 但是他今天呢 是多一樣東西的 他是荒誕的一個小丑 他自己去到某一點 知道自己是錯了 有些虛脅感 又立刻自己彈回頭 這個是非常非常 醜陋的一場鬧劇 我想真是後無來者 我都同意 嗯 有沒有補充 是 Tanya有英文講講 是不是 有沒有其他補充 我補充兩句 是 我想補充兩句 各位同事 今天的法案委員會 就結束了 但是我們不要忘記 各位市民 其實這個 一地兩檢的爭議 早在2007年 政府提出要搞高鐵 已經是出現 他用了超過十年時間 找不到一個方案 是可以避免抵觸《基本法》 最後由袁國強 提出了用《基本法》二十條 額外授權給特區政府 然後突然間 將這二十條的理由 完全沒收了 就現在索性不講了 這件事呢 我們接下來要立這條法例 是明顯違反《基本法》 而且 我們在說的是 要將 香港境內的一個地方 的司法管轄權 割出去 這件事 對香港的市民 我們能不能夠 全面地受到《基本法》的保障 是一個直接的衝擊 今次 它也都不會肯承諾 可一不可在 所以我想提醒各位市民 今天我們 這個法案委員會 完成了這個審議 所謂完成 是一個悲劇的開始 因為呢 接下來 這條法例 如果獲得通過的話 基本法 基本上是守不住 裡面所牽涉的 很多的複雜問題 也都會因為 今次法案委員會 草草收場 完全不容許議員 履行我們的職責 去問清楚 有沒有違憲 有沒有抵觸國際公約 在一些爭議的問題 譬如說保留事項 裡面 哪些人 哪些機構有權 去決定這些是保留 還是非保留事項 裡面的員工 港鐵已經說了 已經會外判絕大部分的工作 這些工作人員 他們那個僱傭的權益 能不能夠受到保障 有工商有勞保的問題 完全不去解決呢 我恐怕將來 我們說 會希望有方便 實質上 是有很多陷阱在裡面 一旦出事 我們回不了頭 我覺得 這個是特區政府 和今次建制派 要負全責的一個後果 所以我希望市民 真是要打升十二分精神 不要容許這條違憲的法例 輕易地被通過 好 你不是想說嗎 你不想說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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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卓國會議 尤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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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定人數不足 或者這個部分特別要用中文講一講 因為很多朋友都關心 因為我們見到政府的說法 就是你快點通過 法律問題就不在這裡解決 我就不明白 審議法例內外都不應該有太多法律 原來這樣就成為了一個 可能是另一個佛系的一個方法 但是我想說的就是 其實法案一定會審得完的 不用用這麼粗暴 這麼違反常理 這麼醜惡 甚至是這麼無賴的方式去處理 其實其中一個大無賴 當然就一定是陳凡局長 因為有很多問題其實都沒有回答 但是無論如何 大家要留意就是 現在陳凡在早前的信件當中 居然回答說 我們現在不是因為 那個叫高鐵通車才是生效日期 而是它會在高鐵通車之前 他們在考慮著 就說提早令到這條條例生效 就是意味著 我們香港的西九叫做這個 內地口岸區 是會比高鐵通車更早消失在香港的版圖之中 也都意味著香港的法庭 是就著那個部分是沒有司法管轄權 那就是有一個可能就是什麼呢 連法都不用釋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釋法都更可能 是因為呢 就著那個內地口岸區 它都還有一個 就是有一個影響 但是如果是當法庭的裁決 是在這個生效日期之後的話呢 就是意味著呢 有機會呢 法庭的裁決呢 在那個內地口岸區呢 是沒有法律效力 因為內地口岸區 只是會實施中國的法律 已經被踢出去香港的管轄範圍之內 所以呢 大家要非常之留意 可能就是因為 各一步提早將這個 這個條例生效呢 令到根本連釋法都可以省下 所以現在政府基本上有兩手準備 如果那個裁決 如果那個裁決 法庭的裁決 是在這個生效期之前的話 它可以呢 尋求人大釋法 但是若果如果那個裁決 是生效期之後的話呢 可以說是一勞永逸 因為呢那個地方 是不能夠使用這個 就是香港的法例呢 那裡是無效 所以大家就會看到呢 這個生效日期呢 其實對我們呢 是非常之大影響 那不好意思 那麼長期在這裏要解釋一下 因為呢 這個是一個 政府最近一個改變了說法的一個 我覺得是很重要的一點 那希望 各位市民明白 我們為什麼一直以來 就是政府是有幾個不公道 用九年的時間 去籌備一地兩檢 但是只是逼我們 用九個月的時間 就去接受通過 甚至呢 是不夠一年內呢 就要去實施 這件事情 對香港呢 是絕對不利 亦都是比二十三條更加可惡可恥 你正在問什麼 我們要做到接下來 對吧 但是明顯是 他們正在推出 這個不公正的法律 我們要做到最好 去阻止它 正在什麼我們要做 我們不能告訴你 在這個時候 但是你會看到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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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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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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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